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们非常高比例的性骚扰和性侵害案件是无法被证明的 我们整个社会的性侵迷思非常严重的全面的渗透到整个司法文化里面 包括警察 警察官跟法官 我们希望司法要公正没有错 但我们也希望司法可以看到个别被害人的一些弱势处境 如果来自东南亚的移工 他们发现台湾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雇主在家里可以随意的性侵 性侵之后绝大多数都可以安全走人 一点事都没有 我们的法院甚至连起诉都不起诉 这样的一个声音传出去对台湾的形象是多大的伤害 其实2014到2015 我们利息有一个外劳的庇护所 那这里面总共安置了166人 那我们研究了就是在2014到2015年期间 那这些女性移工的这个诸心的一个揭露了很多的性暴力事件 那总共20件 那这20件我们有帮忙 就是他们能够去起诉就是诉诉 结果呢 这边其实是有点难过 有5件是不能诉诉 就是未诉诉 那还有13件是不起诉 就是他已经起诉可是还是被判决不起诉 就是检察官那边没办法起诉 真正起诉只有两件 那所以总共20件里面真正起诉只有两件 根据这个劳发署的提供的1955的劳工咨询申诉专线 他们提供的官方资料 从103年104到105 事实上他从100年就提供给我们了 但是我想举出两个数字 一个是1955就是我们的外籍申诉电话里面 一年里面以105年为例 他申诉被性侵害的有43件 其中的社福外劳就是所谓在家庭里面 当家庭看护工的有37件 比例高达86% 这个数字在103年是高达9成 就是说他申诉他被性侵害是65件 可是社福外劳就占了59件 那以性骚扰的这个比例来看 他们投诉1955这次电话里面 103年是346通 但是家庭看护工就社福外劳类的有333个 比例高达96% 那105年为例 投诉的有289件的性骚扰案 但是社福外劳有277个 所以这个比例是95% 外籍看护工特别是社福外劳 他们在一个私领域里面劳动 那私领域里面的劳动 其实是不太容易被见证 也不太容易被看见了 所以他们非常高比例的性骚扰和性侵害案件 是无法被证明的 那我们看这个个案里面看到他说 你有没有拒绝 你有没有尖叫 有没有逃跑 事实上我们要告诉大家几件事情 第一个 每一个外籍看护工的身上 每一次都背了很大一笔的仲介费用 债务在身上 这个结构必须要被看见是 他必须工作的第一年 大概都是免费要去还那一个仲介的债务 所以他真的是要做一年的白工去还那个债务 对他们来讲 必须要保有工作 这件事情比什么都还重要 甚至比自己有没有被性侵害 这件事情可能都要逼迫他们 不能够失去他们的工作 所以这件事情是结构上 让他们失语禁语 其中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他们不能够自由的转换部组 他们工作是没有选择 你今天是这个雇主 就永远是这个雇主 除非 除非各位 他的雇主犯罪 可是我们知道 每一年的性侵害的提出告诉里面 不要讲定罪率 起诉率只有13.3% 如果他对他的雇主 无法起诉 无法定罪 请问他再回到雇主那里 那他的工作怎么办 如果从因此 然后那个雇主 跟他的关系破裂了 他怎么 他怎么同时又工作 然后在那里忍受 所以在这种结构下 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弱势 A小姐在去年 105年2月12号第三次 被他的第五任的雇主性侵 之后我们协助他 跟A955申诉 然后报案 这个案子呢 检察官 他在不起诉中 他对于被害人A小姐 他的举证非常非常地严格 可是呢 对于被告 也就是他的雇主的说法 几乎都全部都采信 第一个 雇主说是合意性交 然后呢 说每一次事后都给他钱 可是A小姐明明说 这是性侵 他被性侵三次 你至多只能说 双方说法完全不一 可是检察官就说 只有提到雇主说是合意性交 雇主说有给钱 好像这是一个性交易 第二点 仲介说 在他第一次被性侵之后 在医院还看到这个A小姐 说他看起来很开心 仲介说法就可以成为一个证词了 第一个他不是性侵当下 第二个他在工作当中 他在医院里面 为什么检察官认为 他说看到这个当事人 脸上带有笑容 就代表他很开心 好像代表他合意性交 第三个 第三次的这个性侵 其实他每一次都很暴力 其实都是非常强迫的 第三次的性侵 雇主用手指先用力的插入 A小姐的下体 然后弄出血来 结果这个雇主说 那个其实是他的月经的经血 在这个不起诉 在这个驳回在意的这个处分书上 他居然高检的检察官 居然说这个不无可能 很可能就是经血 这个简直荒淘到极点 这就是当时的 这就是我们不喜诉书上的一个段落 他这边说 是以横出案情 好 倘若被告意愿与其发生性行为 则告诉人 当可称为被告人 这个 重点就是 他说他给咬伤殷勤 大声呼叫 等等等等 这是最荒唐的一点 这是最荒唐的一点 这个第三次被性侵的时候 其实A小姐 是被人高马大的 这个雇主 后来是坐在她身上 这雇主先用手指性侵 然后整个人正面坐在她的胸上 胸前 然后把她的生殖器 强行插入被害人的嘴巴 强行咬住她的口胶 然后检察官居然说 你当时怎么不咬她的生殖器呢 一来你怎么不咬她的生殖器 二来你怎么不大声呼叫呢 各位任何一个有尝试的人都知道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如果敢做出咬伤她的生殖器 这个行为的话 她一定会被痛打 甚至她可能会被杀害 我们检察官居然认为 你怎么不冒你的生命危险 做出这样的行为 来表示你是非自愿的呢 你没有这样做 就表示你是自愿的 居然可以有这么荒腔走板的 这样一个说法 非常的不可思议 前面这几个错误 跟基本的事实的搞错 我们认为 这个表示检察官 根本对这个案子 完全是打马虎眼 完全不在乎 不放在心上 我们认为检察官他在这边其实有性别忙 阶级忙 还有族群忙 他根本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了解 一个外籍的家户移工 在家里的一个真实状态 他没有去体会他在劳动现场 被雇主支配的这个不平等权力状态 他认为一个家户移工 他被宣伤他被宣伤的时候 他可以立刻大声呼救 他甚至可以出手脚来打他 他可以跑出去 事实上 刚刚几位 包括几姐都讲了 根本不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一个家户移工在家里有太多的束缚 他没有办法这么自由 而且当时是被压制的 现在整个司法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刑法二八 利用权势 这个性交的 妨碍性自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类型 在司法上面很难被定罪 几乎很难很难 但是在熟视者强暴的 我们的性侵案件里面 绝大多数是熟视者强暴 里面经常是会有一个权势关系 或者是监护关系 或者是一个雇主跟员工的关系 那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 他什么是性侵害 什么不是 其实是需要在具体的个案里面去认定的 那当我们整个社会都不管这一块的时候 我们就放任司法人员 把他的性别偏检 加注在被害人身上 于是他就是一个二度伤害 三度四度五度 他一辈子可能都就此就起不来了 这样到有个法官他叫做 他叫Robin Cat 他在审理一个性侵案件的时候呢 他问被害人 他重复的问被害人 你为什么不夹进你的双膝呢 如果你能够夹进你的双膝 为你自己捍卫 你就不会被性侵害 然后他这句话问了很多次 最后判决这个被告无罪 那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全国的哗然 那他们的 他们有一个机构是司法委员会 他们就去调查这个法官 然后最后呢 他们以这个法官看言行严重失道 已经没有办法再获得人民对司法的信赖 建议国会将他免职 然后后来这个法官他也自行离职 那我们特别希望说 台湾的司法 在我们今天看完这个记者会之后呢 不要再继续为自己的性别偏见找理由了 不要再去为自己同僚的性别偏见 去贴密在个案中找理由 我们希望可以就这个个案 法官可以重新检视一遍所有的证据 就通案 不要再书类 假书类或是判决书类中 再度出现这些理想被害人形象的句子 以免这个司法的信赖再度受到损害 也可以让 也希望能够鉴持让我们被害人更相信司法 减少这个性下犯罪的黑数 移工在乙言上 在法律的资源上 其实是很薄弱的 那这一点 在司法院这块 其实应该更去了解到 移工的正正的处境 而不是因为移工没有激烈的反抗 然后是认为是移工自己自愿庆幸的 请问谁会自愿 姐妹会这边要求 就是司法院或是第一线人员 只要接触到性侵害的案件 应该要有一个性侵的课程的培训 再来是课程内容应该是纳入 有认识移工的处境 这样子让大家对于移工的处境状况 更加的了解 这样子再做一个判决的过程 再思考这个案件的过程 能够站在不同的立场 站在移工的立场去思考这件事 而不是只听一方中阶这方 或是雇主这方去做一个判决 这是很不应该的一件事 再来是 我们的政府有好好去尾移工们 协助移工们有这样子一个 发生这样子清心案之后 有一个专居的一个工作机会吗 不 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反抗我就没有工作了 对不对 所以希望在这块 政府应该要更着手 更重视这一点 再来是去顾励到尾移工发生性性案之后 他们的就专业的机会 以及做一个提供有心理辅导的措施 最后我们当然要提个几个诉求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希望说保护跟司法院 应该要针对移工的性侵害的案件的起诉率跟定罪率 去进行调查跟分析 那来了解移工性侵害案件的起诉率跟定罪率 是否偏低了这个拒绝的原因 那第二个 要能够看见移工的处境 那拒绝性侵的民私 那包括跟司法院 也应该重视省检人员的这个债子教育 那债子教育里面应该培养 这个司法人员 他的对于移工处境理解的这个能力 以及性格的敏感度 那避免类似的这个处分书 或是判决书再度出现 那第三个呢 我们要通盘检讨这整个一个通意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说 这个司法对移工或是新住民设送案件里面 那这个一个正确的通意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呢 对于这个通意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希望是说能够全面的去检讨 而且尽速的去改进